每一天 我们都在财迷有缘的老故事里 评论着酸甜和水月 时经常想 人流涌多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间眼后 喜欢在市场里面 与商贩们的蜘蛛比较 因为在这里 你就能感受到人间的真实 以及生活的意义 诗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土水人净凉 今天真的一点恍后悔 不是糖果果 而是要来一个火宝 一道相当相当好吃的家上 火宝黄后 让大家喜欢 把买回来的黄后 有清晰清晰感觉 给黄后组一个简单的盖刀 黄后的盖刀一般都是达成熟字化的 具体方法 大家看视频就好 非常简单 白酒 准备了 准备辅量 生姜 少许 切成剥片 大刷同样切成 香芹来几个 茄子长刀好备用 大葱两条 同样茄子 准备酸香酸海椒 好 几个烧十斤 锅里面加十分清脆 锅里面烧个烧心的茄子盐 加点花椒酒 水开了就把茄子倒进来 看它太凉了 把茄子先穿一遍出来 大概穿个分半两分钟 好 看这个黄粉卷了 烧出来哈 重新起工 烧着去 好多香油 烧出 多了一点就可以吃不出来 加姜霜片 香花椒 泡椒 给它炒香 把泡椒的香香炒出来 多一点皮剪豆瓣 继续给它炒香 多一点皮剪豆瓣 锅里面要把茄子炒得最多 加青菜 大葱炒盆 把茄子炒盆 给它快速地炒匀 再入味精几斤 碟上胡椒面 来少许的生抽 淀石 撒出 过边的焦团严 也都麻辣丹香 对的神组 一道麻辣酸香 春冷酸口的火爆黄火就煮好了 你 学会了没有 都看到这里来了 还是后期脸皮找大家要个消息一下 长安点赞三秒 才是正确的点赞方式 手上要多一同伴的 可以丢几个过来 谢谢大家了 生活就是一餐就一餐 平安的重复也是幸福 我是厨子 下期见 这样黄糊弄出来 我觉得比吃火锅 又多了一种选择 我不能说吃火锅不好吃 吃火锅也相当好吃 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这样炒的吃得也特别的舒服 夏天那种酸酸辣辣的口感 非常非常的开玩 还舒服 想唱让你们听嘛 那个声音好脆嘛 今天小姐姐 有事没播了 所以说今天是播来出去的 那没得关系的 我们菜品的质量还是一直得到保证的 好吧 咱们今天的那个视频就这样嘛 咱们下次再见 好吧 拜拜